到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中文集锦 详情请登陆sbs.com.au 前写杠Mandarin 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将在特拉华州会面 消防于悉尼北部海滩地区进行复燃作业 斯蒂兰卡总统选举计票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继昨天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一对一会谈之后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将于今天与四方安全对话的领导人会面 澳大利亚和美国领导人将与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共同出席在特拉华州举行的2024年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 南海问题和印太地区的安全预计将成为重要议题 阿尔巴尼斯此前曾经表示 峰会将讨论进一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此外 能源安全中东和乌克兰的冲突以及气候变化问题 也预计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议题 新南威尔士州的消防员在悉尼北部海滩地区进行复燃作业 昨天该地区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山火 山火覆盖面积达到80公顷 居民在昨天下午三点收到寻求避难所的紧急警告 新南威尔士州乡村消防局警告居民 由于复燃作业未来可能会看到更多烟雾 但是截至昨晚七点没有人员伤亡或是财产损失的报告 新南威尔士州乡村消防局检察员谢波德表示 由于最近的天气状况 计划中的烧荒工作被延迟 毫无疑问过去三年 我们几乎没有机会进行计划烧荒作业 即使回顾秋季和冬季 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潮湿时期 即使是到了六七月地面仍然潮湿 而最近四周尤其是在悉尼 我们看到天气正在迅速变得干燥 强风频发局势已经迅速扭转 您正在收听的是SBS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SBS新闻简讯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黎巴嫩卫生部表示 以色列周五在贝鲁特的空袭 造成至少两名真主党指挥官 及其他该组织的成员死亡 目前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7人 以色列军方和真主党证实 真主党高级成员阿基尔和韦萨贝 在此次空袭之中丧生 这是今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第三次空袭 这加剧了人们对全面战争爆发的担忧 数百万斯里兰卡选民 已经在该国自2022年大规模抗议 推翻前领导人以来的首次总统选举之中投下选票 斯里兰卡前总统拉贾·帕克萨 于2022年7月逃离斯里兰卡 此前数万名抗议者冲进他的住所和办公室 对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表达强烈不满 此次选举共有38名候选人参选 选民维萨卡表示 他希望新的政府在经历了充满挑战的几年之后 能够使情况好转 投票支持强有力的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人 他们将为经济复苏指明方向 我们刚刚走出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 因此我希望经济复苏能够继续下去 并且国家能够实现法治和平与和谐 选举结果预计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公布 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 截止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6点55分 在国际货币市场上 一奥元可以兑换0.681美元 4.801人民币 5.302港币 以及21.787新台币 在新闻节目最后 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 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晴最高温度25度 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9度 布里斯班多云渐晴 最高温度27度 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7度 阿德莱德镇宇最高温度19度 珀斯晴最高温度25度 达尔文晴见多云最高温度34度 霍巴特石油镇宇最高温度16度 想在SBS当于回应平人吗 SBS On Demand正在推送 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 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 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 就有机会赢得一份SBS精美礼品